被电影界称作为奥斯卡风向标的多伦多国际电影节 云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影人 电影节开幕的当晚星光灿烂 好莱坞当红影星Jack Gallenhold Naomi White等为他们的开幕电影《摘除》 和爱情与黑暗的故事做宣传 随后万人迷的好莱坞巨星George Clooney 也到场为电影节助兴 电影节期间还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片商自作人 多伦多电影节负责人表示 多伦多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强势的国际电影交易市场 和全球首映的热门候选地 本届电影节共有13部华语电影参展 包括山河故人、华丽上班族、老炮儿、刺客电影娘等 华语电影以及中国电影人在今年的多伦多电影节中备受关注 导演贾张可领先该电影节首次设立的站台竞赛单元评委会 我觉得一方面是电影工作的努力 拍出好电影 让全世界能够分享到 在一方面也需要更多的好的电影节来做一个桥梁的作用 为期10天的多伦多国际电影节 共展映71个国家的399部电影 包括289部故事片和110部短片 其中132部作品是全球首映 97部为北美首映 风卫记者腾东勤 多伦多报道